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麻省理工的希瓦博士10月14日 舉行了一場公開論壇 就大峽谷參議院地面行動中發現的重大情況 舉行了公開論壇 並邀請馬里科帕縣監事會的成員參加 5名成員中有4名是犀牛 假共和黨人 他們都沒有敢去參加辯論 在公開論壇中 希瓦博士除了談到馬里科帕縣的異常外 還詳細介紹了該州皮馬縣的情況 希瓦博士稱之為是皮馬魚尾現象 最終川總獲勝3% 變成輸掉3% 10月15日 川普總統發出聲明 談到了希瓦博士發現的重大問題 並要求大峽谷要麼立刻舉行新的選舉 要麼取消去年的認證 宣布共和黨候選人獲勝 下面 我們先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瓦博士的新發現 之後 再來給大家說一下 舒默的一個新軌跡 很多觀眾朋友對希瓦博士都不陌生了 他參加了大峽谷參議院的地面行動 負責對郵寄票信封圖像的簽名做檢查 希瓦博士使用了圖表來解釋他的發現 這張圖表中X州橫坐標是 匹馬縣各選區郵寄票子的返還率 從左到右返還率增高 縱坐標代表的是兩名候選人的 各個選區的表現率 具體來說 是川普在某個選區的得票率 和共和黨在該州郵寄票份額的相關表現 拜登則是和民主黨人的份額相比較 圖表中的紅點是川普的表現率 藍點是拜登 希瓦博士說 在票子返回率 是73%左右的這些選區 川普的表現高出共和黨郵寄票份額3% 他的表現比拜登要好 而拜登的表現實際上是負的3% 在圖表中 紅點的位置比藍點高 我們再順著X軸看下一組選區 郵寄票子返回率為75%的時候 在這裡 川普的表現率接近4% 而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接近為-4% 到返還率為77%的選區 情況大致是相同的 而在郵寄票返回率達到80%的選區 川普之間的差距就一點點收斂 之後在83%左右 這個差距再一次擴大 川普的表現率回到了3%左右 返回率達到85%的時候 紅點和黑點就有一些趨同了 希瓦博士說 這就是有趣的一點 記住 匹馬縣整一個郵寄票的返回率是86.7% 在這張圖表中 有一條竖線 是平均返回率為86.7% 希瓦博士稱之為是有趣的一堵牆 在這道牆之後 川普的表現明顯下降 拜登上升 在返回率為90%的時候 他們的表現接近相同 拜登開始略超川普 而且開始不斷增長 希瓦博士說 當返回率達到93%左右 這時候開始看到這一個非常有趣的邪律 他看起來幾乎就像是票子的返回率 每增加1% 川普的表現就減少1% 拜登就增加1% 這就是那條線的邪律 而這也就是他所說的餘尾文 事實上 隨著票子返回率越來越接近99% 餘尾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希瓦博士稱之為是超級皮馬餘尾 他們發現了這個餘尾現象之後 接著做的就是想要進一步了解這個現象 希瓦博士查看了皮馬縣各個選區的 郵寄票子返回率 製作了一張直方圖 顯示在特定的返回率上對應的選區數量 在直方圖中 橫坐標是選區郵寄票子的返還率 縱坐標代表選區數量 比如說 在返回率為69%的地方 對應的選區有5個 超過20個選區的返回率為95% 而最高的那個紅柱子 返回率為98% 大約有20個選區 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個區的返回率是100% 在這個直方圖中 返回率的中位數是86% 希瓦博士再把剛才的那條皮馬魚尾圖 疊加到這個直方圖中來 就可以更直觀地看到 從返回率達到92%開始 一直到97% 郵寄票的返回率每增加1% 川普的表現就減少了1% 而拜登則增加了1% 希瓦博士隨後總結了有幾個關鍵的發現 一個是在郵寄票返回率低於平均數86.7%的選區 川普的表現穩定在3% 而拜登穩定在-3% 在返回率超過平均數後 隨著返回率的升高 川普的表現開始減弱 拜登開始增加 在返回率為92%至97%的選區 返回率每增高1% 川普就減少1% 拜登增加1% 希瓦博士形容這個現象太迷人了 這是我們在推特裡看到的希瓦博士公開論壇 談的兩段視頻 實際上 週五一早 川普總統就說 從亞利桑那州的公共記錄、 文件和投票中發現了新的信息 他是致命的 是決定性的 今天將討論這個問題 當天下午 川普又發出了聲明 列出希瓦博士講到的皮馬線和馬線的問題 比我們剛才分享的內容更多 川普一開頭就說 對大峽谷皮馬線郵寄票的一項新分析 意味著2020年11月的大勢是被操縱的 這項分析來自公開的數據 顯示了皮馬線驚人的反常現象和虛構的票子 表明他們塞滿了投底箱 在一些選區 票子數量甚至超過了發出的數量 希瓦博士的這個發現 說明在皮馬線 當川普顯然要獲勝時 他們就開始行動了 隨著更多的郵寄票子湧入 每增加1% 川普的表現就減少1% 而拜登則增加了 但是他們玩過頭了 他們被逮著了 皮馬線有兩個選區 郵寄的投票率超過100% 這是不可能的 有40個選區的返回率超過97% 2020年 全國的郵寄票返回率為71% 皮馬線甚至超出了全國15% 甚至比整個亞利桑那州所有其他縣的總和 還要高出19% 此外 有一個區 郵寄投票率高達99.5% 一共有9812張票 全部都被計算了 還有一個區的投票率為100.6% 返回了2182張 但只郵寄了2170張 這兩個區一共有11,994票 但這一點就已經超過了獲勝所需要的數量 川普說 99%和100%的投票率 是在第三世界國家才會有的 所以美國正在變成這樣的情況 看看犯罪、邊境、阿富汗、食品價格、能源價格 以及空蕩蕩的商店戶架等等 除非可以立刻解決這個問題 川普也說 郵寄回值率高於92%的區 代表了26.4萬張票 如果只有2%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川普給了拜登 那就足以改變大峽谷地區 所謂的10457票的差距 司法部其實從2020年11月的事情中 就已經掌握了這些信息 但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匹馬縣共和黨應該開始對共和黨選民進行敲門驗證 以確定並從系統中刪除明顯的虛構選民 在隸屬匹馬的問題後 川普再概述了馬里科帕縣數以萬計的非法票 也是希瓦博士在公開論壇講解的 馬里科帕縣有6545張有機票子 沒有信封 有2580個信封是不良簽名 還有1919個信封沒有簽名 這也是決定性的 這三個數字合計已經超過了差額 川普星期三知道希瓦博士將舉行公開論壇後 就在電報群鼓勵大家去聽 並抨擊馬里科帕縣的犀牛 說他們稱那是歷史上最安全的選舉 那麼他們就應該參加論壇並回答問題 比如說 為什麼有超過17000張重複的郵寄票 為什麼是在11月3日後開始大量湧入 為什麼票子比信封多出了6000多 為什麼有一些信封沒有簽名 就被蓋上了驗證和批准的印章 這是違法的 他批評馬縣拒絕回答這些問題 反而是射殺了信使 這是指馬縣的人上左媒攻擊希瓦博士 川普當時還說 必須修正以拯救我們的國家 這些大規模的違規和腐敗行為 現在掌握在亞利桑那州總檢察長 馬克·布爾諾維奇的手中 不過 在星期五針對皮馬縣和馬里科帕縣 發現的問題後 川普在聲明中就沒有再提到總檢察長布爾諾維奇了 而是直接提出了大峽谷重新選 他說 要麼立刻就進行新的選舉 要麼取消過去的認證 宣布共和黨候選人獲勝 這是川普第一次明確地提出重新來、重新選 確實 有這麼多的問題 真真假假地插和在一起 不光調查 好事費力 而且還沒幾個人願意去做這種被左派攻擊的事 那就重新選 但是 即使共和黨官僚們同意 拜登和民主黨人也肯定不幹 除了不會承認去年的造假之外 現在 拜登的民調那麼低 已經跌到了谷底 這個時候重新選 民主黨也知道他肯定會輸 所以 他們最後的辦法就是耍賴 實際上 民主黨人很滿意去年的各種投票新方法 今年上半年推出的為人民法案在參議員夭折後 他們沒有罷休 又推出了新的投票自由法案 11月4日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宣布 參議院將在下週開始進行選民投票改革立法 新的投票自由法案在所謂的 為人民法案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動 由於民主黨人曼欽也反對為人民法案 舒默於是讓曼欽提出一項他可以支持的法案 還呼籲他設法找到實名共和黨人幫助推進 投票自由法案就是曼欽和一群參議院 民主黨人共同制定的 這項法案把選舉日定為國定假日 降低對選民身份證件的要求 允許他們用水電費帳單和其他文件 來代替各州頒發的戴照片的身份證件 法案還將為政治運動提供匹配的政府資金 並且終止黑錢競選捐款 舒默說 這個投票自由法案 旨在擴大投票的機會 並反對共和黨州通過的選民誠信法 民主黨認為 紅州的這些法案過於嚴格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這個法案提出的身份證明 比如水電費帳單 這和不要求出示身份證沒有什麼區別 非法移民只要有一個地方住 就會有水電費帳單的 而其他主要條款和先前所謂為人民法案 也是差不多 試圖把去年那些 可以很容易做貓膩的方法合法化 民主黨需要至少10名共和黨人的支持 才可以邁過阻撓議事的門檻 曼清大概是找不到共和黨參議員來支持的 因為這只是換湯不換藥 共和黨議員認為 民主黨的這個法案 會把選舉控制權從地方官員 轉移到聯邦政府 並降低選民的誠信度 同時增加腐敗的可能性 雖然共和黨參議員會阻止投票自由法案 但曼清已經加入 民主黨人可以證明他們的整個核心小組 都支持這項法案 那麼 民主黨人可以說服曼清和大峽谷的斯內瑪 同意取消阻撓議事程序嗎? 曼清和斯內瑪過去面對來自民主黨高層的壓力時 都沒有讓步 上週債務上限面臨考驗 曼清也表示會繼續支持阻撓議事程序 他說 這是在美國保持民主存活的唯一路徑 兩黨必須一起努力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 2 3 3 2 4 5 5 5 6 6 7 7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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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 感谢观看